北漏洞拉,木晶室哀夜,亂隱映南 為何要這麼細聲這幾句 接著他都會背勒勒勒,我都會不背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越南說文 其實我來到文居年輕,當然不像 老的那些,喝酒的朋友 都不喜歡提,始終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以為很有趣來到月流 我常常跟他說不得到木晶室哀夜 我會覺得是,又不是倉巴的,又不是黑暗市 不太好,無謂拿來開玩笑 我們在香港,就從小聽到大 好,來了幾天 Good Morning,這個Hoo Chi Minh City 我又不喜歡說Good Morning,宜南 雖然這套戲是挺好笑 不過背後這件事又是說戰爭,又麻煩 還有我提起你,都景點不多 有個戰爭遺跡博物館 不知什麼鬼瞄聲,不說越戰那些 如果你是知道這件事 即是現在上網找資料很發達 又我不建議你去 除非你喜歡看一些子彈,槍和飛機 因為去完你,如果你有小良知 你會心說的 幾層樓,我看完一間房間 即是看到那些照片 不會開心吧 我不明白,我去到那邊看 有些人在看那些照片 一直在笑 如果感性或者情緒 你去花一點點看 真的建議你不要去 去什麼post office 教堂 其實很多景點可以去的 博物館 未必要去戰爭博物館 即是 當我看完我不開心了一會 整件事是 當然晚上沒事,喝兩杯 有什麼飯五老街還是飯五五街 在我住的民宿附近 沒什麼特別的 酒吧街 還有,越南街上 基本上不會見到很多美女 你放心 一百個都沒有一個 酒吧街是多些 那些可能去玩的美女 青春少爺 或者上班的美女 但我告訴你,有一個共通點 我在購物餐廳喝咖啡 那些小小高檔 這條算很高檔 那些 Starbuck 我真的聊他們的聊天 很有趣 他們如果有目的地 覺得你有錢 他們會提出一件事 不是iPhone 你猜一下是什麼 很好笑 我聽完 但問了他們 他們就說 我總之想要 那些 他們未必是水利 只不過有意無意間 好像那樣東西 好像不錯 他們很喜歡這件事 現在在說什麼 在說錢 在說這間 Sycon Q Apartment Lobby 為什麼不在房間 原本我打算 因為Lobby 我每天下來 都有一位人兄很熱情 招呼我 他們養了兩個月大的小狗 很好玩 但今早 因為主人剛剛出去了 他們很放心 把門出去了 有我在 鎖住了 所以不能讓他們看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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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熱情 這間 9天 2,000元 港幣 200多元 基於我未拍的房間 整間的 超級厲害 你應該聽到 狗仔費 他不是慘叫的 他很喜歡費 很煩 好 我們看看錢 撈亂了 5,000元 就像這個 Urm芝士 那張 2萬 2,000 1,000 5萬 1萬 我們先放一張 10萬 50萬 50萬 很亂 我又沒有答好 50萬 還有一張 好像還有一張 20萬 才不過露眼 不要緊 這裡是3萬 1萬 1萬 即是多少 1萬 即是三個多 港幣 10萬 即是三十多 1萬 就是三個多 港幣 我吃了幾餐 在餐廳裡 都是沒有什麼冷氣 很多地方都沒有什麼冷氣 都是六七十元 所以我未有空 去吃越南可粉 街邊吃的 型多拌麵 我有吃 他又吃完我喝咖啡 他說不是 他叫我喝一瓶汽水 類似可樂 其實應該是咖啡 有氣 叫2,4,7 這是很普通的 我覺得 七仔的東西有得賣 說到七仔 不是沒有 我見過一間這麼多 就在這個 不知什麼廟師附近 Circle K 是最多的 全家都有 但到處都是Circle K 我們先分錢 分什麼呢 既然這麼有錢 一輩子沒什麼 200萬 200萬 首期 70萬 裝修吧 不要耗裝 全家電 全家電反而要貴一點 10萬 應該夠了 還有錢剩 是不是 我是業主 在這裡買樓 我不知道多少錢 買電單車 好像貴的Yamaha 都是五千元 美金 便宜的更便宜 但私家車 他們是說 要二十多年人工 才買得起私家車 很便宜的 這裡還有 一件事你會不習慣 他經常問你 拿貼貼貼貼貼貼 看你什麼地方 一萬才三個多 他們人工又低 你來旅行 沒什麼所謂 不要只有一萬幾千盾 在那裡咬 我看到那些鬼佬很不喜歡 你給一萬 老實都是三個多 十萬都是三十幾 通常去酒吧 都是給一萬兩萬 三萬都是十元 香港酒吧 都不會給小的 十元貼士 你給三萬都可以 不要爭辯 乘車 你沒什麼勢力 你真的不要乘的士 不要理會什麼白色 綠色的的士 我特意試過一次 那程車十萬盾 他跟我說一百五十萬 我想罵他 都不會怎麼罵 我扔下十萬盾 然後我下車開門 走 他又沒有罵我 他們是這樣的 他問他們什麼事呢 還有的士 真的不要坐 電單車 你也不要坐 因為也是 有一程路 例如說八元港幣 如果我叫Uber Uber的朋友 叫什麼 Crab 忘記了 是綠色的 Uber的朋友 八元港幣 一程車 如果坐摩托 他就要五十元港幣 然後你說不坐 他不停撥著你 撥著你 四十三十二十 我都懶得坐 因為我覺得他不老實 價格的電單車都是這樣 除了你叫Grab 那些穩陣的 那些我坐得多 如果你不叫那些車 綠色的Grab 你就 你就可以坐巴士 在另一個電話 你就可以坐巴士 巴士多少錢 一萬盾 就是三個多元 巴士只需要六千 六千 即是一個多兩元一程 又有冷氣 對不對 我坐這麼多程 都是什麼 上車人 賣票的 他有些短程 五千 有些六千 不要理了 給了六千 一萬盾 三個多元 只買六千兩個多元 給他就給你票 他就OK 但巴士 你要自己開著Google Map 或者開著 不是印度 越南的巴士 你看上一道站 站起來 或者叫他 或者叫他 他說你要下車 你不會叫 你裝上車頭 他就知道你下車 他就指到你車中間 他就會讓你下車 重點 他未必停在巴士站 你總之說要下車 他立馬停給你 下車 你就很快點下 因為他的車是正在走 很多時候 但OK 六千 我坐去這個Chinatown 就坐巴士 我坐很多乘巴士 我住在一區 側問這個Chinatown 在五區 就不會坐巴士 還有你們想知道美女 在街上 剛才你有沒有說 在街上 基本上 都不會見到很多美女 做按摩 門口 燒你進去的 就是美女 進去是否就不知道 我按過一次的 就不是美女叫我 一個婆婆叫我 沒有所謂 那天我走完 檳城市場 我真的走 又勸你了 除了這個廟師 又不戰爭 檳城市場 你沒有什麼 你不用去 同一個紀念品 竹造的 攤開那些 我在 不知道哪裏 看到10萬盾 他那裏開35萬 還要給我減價 減到25萬 所以我沒有想過 在檳城市場買東西 游客區 拖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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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瘋 但在附近 拖了骨 百多港幣 你計算了 因為他門口寫 你不要相信 你問他 Total 連貼 因為他們很喜歡拿貼 即是貼屎 甚麼差都拿貼 你問百多港幣 基本上 大致上是這樣 有什麼問 你就寫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開股 那些美女 你不要管 有什麼原因 他會開口 他只不過告訴你 我很羨慕 我很想要 那你給不給他 我不知道你 因為什麼原因 你會給他 我不給 他們不是要iPhone 他們要iWatch 是不是很奇怪